其實穩穩向前騎 前方白色車輛車門突然開啟 女子滾落 差一點就把人撵過 女騎士大叫 跳車的女子翻滾一圈 有如神功護體 站起來若無騎士走掉 後方騎士全都嚇到呆冷原地 這起驚險意外就發生 在高雄市區的三多路 與凱旋路口 59歲的張姓男子 載著姐姐和姐姐的女兒 在回診的返家途中 母女倆起口角 原來42歲的張姓女子 提起要去前男友家拿東西 媽媽認為沒必要再打擾人家 因此阻擋 沒想到張姓女子突然情緒失控 開啟右後車門 行駛中突然跳車 並且氣憤離去 三萬六千元以下罰款 並吊扣該汽車白照六個月 一時氣氛的危險行為 害得開車的舅舅通紅單 最高要被開罰三萬六 不只如此 牌照還要被吊扣半年 身為家人 只能無奈替子女背黑鍋 TVBS新聞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